我们这节课接着把商品修改的接口和商品相册删除的把这两个机构给它写掉 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商品修改的这个接口 这里对商品做一个修改的功能 它里面其实绝大多数的步骤和商品添加的功能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接口文档 由于这个修改的一个主件ID值 它是放在路由当中传一个ID参数的 所以剩下的参数都是修改的商品相关的一些字段 名称 简介 什么分内ID 品牌ID这些 直接前端给我们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这里面比较特殊的 我们也需要做特殊处理的 一个就是有那个商品的nogo图片 如果它是给我们传过来一个nogo图片 我们也需要重新去生成搜集图 然后呢是这个固执音笔解释 是商品的相写图片 如果它重新上传相写图片的话 我们也需要对相写图片的生成搜集图 然后这个后面是商品的规格值和这个属性值的集合 如果它传过来有这个属性相关信息 我们把属性呢 也把它转发成一个接审格的作串 再重新存到那个修改到我们的商品表 然后呢如果传过来有这个规格的信息 我们把规格的信息呢又得重新存起来 它这里这个规格值的信息啊 这个规格值的信息呢 其实就对应着是我们那个规格商品的那个sq 它又重新选了一下 比如选了一下不同的组合 那填了一下价格什么的东西 跟我们传过来 那对应着可以看到页面上 对应到页面上呢 主要就是这一块 它修改的时候 如果重新给我们选了一些 填了一些这个信息 所以最终传过来的就是它填的这个信息 把这些信息呢 我们要重新添加到我们的那个规格商品表 就是sq那张表 对sq那张表 所以这一块我们做的操作呢 和添加的功能啊 基本上都一样 那前面商品基本的信息呢 得改成修改就行 就商品表的数据 直接改成修改就行 原来是添加 我们现在是修改 然后后面的像这个 相册啊 再看相册 相册图片这一会儿呢 如果它继续上传的一些图片的话 那这个图片也是一个添加操作 它原来比如有三张 它又上传了三张 那一共就有六张 后面这三张也是属于添加上来的 然后后面的这个规格这一块的 这个规格纸这一块的 这一块呢 是属于全新的组合 它所有的规格组合都在这 所以它这一块的信息传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原来的这个sq全部都删掉 然后呢重新添加这个新的 把新的重新添加 就这一块呢 是先删除 再添加新的 这是我们修改功能呢 要做的这些东西啊 对于呢 我在进口文档上呢 也列了一下 就是前段传的参数呢 大概会是什么形式的 这里面重点呢 就是一个item 就是这个规格值的 和这个属性值的 那这两块呢 和添加功能当中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 这个item表示呢 选中的这个规格组合 这个下标 18下五线21像这种各种格式的 这个呢也不是写死的 这两个值也不是写死的 它是呢 选中的两个规格值 比如说一个黑色 和后面这个4G64G 这是两个规格值 它们每个规格值呢 有一个id 对应的在我们数据表 在规格值的表 它有一个id 这是两个id的一个组合 下五线 拼填起来 然后属性呢 它里面也传有个属性id 然后呢 属性的名称 然后呢 你填写的这个属性值是多少 然后选的属性值是多少 传过来 那虽然我们接下来 要做到这个步骤 路由和控制性方法 都是第一好的 就接收数据 参数检测 然后修改数据的时候呢 商品的图片 得设定搜索的图 然后呢 商品属性值的字端 得转化成接层格式的 字端串 然后呢 就修改到商品表 然后相册图片 那也就给它 删成搜索的图 然后呢 添加到我们的相册表 拼了添加 然后原来的规格呢 原来的规格商品 这个SQ 删除原来的 添加新的 完事了 那接下来我们去 写一下这块代码 这其实又是回顾了一遍 我们添加的功能 是怎么做的 首先接收这一个参数 Permis等于input 然后这个参数的检测 然后这里要检测的参数呢 也是非常多 Money data等于 Dolars Permis 然后一个规则数组 那你们像基本的 像商品的名称 require 这是商品的名称 然后商品的价格 Price 商品价格 商品价格 那他的也是呢 价格是浮点数 Float 然后是大于0的 G70 加上这么一些规则 好 那这里我又呢 省略 无数属性 无数的这个字段检测 然后把一些 其他的一些重要的 注意修改页面 它和添加页面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它有一些字段 是可选的 可能有些字段 在添加的时候必传 但是修改的时候 是可选 可也不穿 所以这里写的时候呢 也可以加上 后面这个require 有的可以不写 就这点区别 然后其他的呢 像我们按照这个 接口文档 看看接口文档上的说明 像这些分内ID 那这些还是要有 这些要有 这些通过页面的话 都让它传过来 像这里面就有一些呢 像运分模板什么的 这些呢 就是本身也都是可选的 可以不用传 然后数据表当中 有默认值的 也都是呢 可以不传 那么后面有这个相册 相册图片 这个如果传过来呢 要求是一个数组 这是商品的相册 如果它传过来 就要求是数组 那如果要求它必传的话呢 前面就加过一块 那么这里修改 修改也可以让它 就不是避传 不是避传的话呢 那它这里写的是是 我们给它一个否 给它一个否 或者说呢 这里让它是是的话 它可以传这个 把字段传过来 但只能它没有 没有上升图片 传个空数组过来 也行 我们就不对它做 这个require的检测 因为加上require的话呢 它是空的还不行 所以这里检测 就只要是个数组就行 后面还有那个item 是规格值 规格值 就是sq的这个组合 它呢必须是数组 而且它是必须传达 你不改的话呢 就把原来的传过来 好 然后呢是那个attr 属性 属性值 它也是必传的 这是呢检测呢 这么几一些呢 就是必传的一些参数 if判断 dollar validator 如果不衡等于处 dorazist fail validator 好 那如果检测通过了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处理几个特殊的字段 一个是呢 商品的nogo图片 nogo 图片 还有一个呢 是商品的这个属性 这个商品的属性值 转化成json 好 那然后就可以呢 修改 修改这个商品数据 就可以做修改操作 然后后面还要呢 去 相册图片 对于相册 相册图片 要去做一个批量添加 这是一个批量 添加 当然呢 它需要生成缩列图 nogo图片 如果有 也要生成缩列图 好 然后后面呢 是这个 还有那个商品的 这个规格商品 规格商品 SQ 那这个呢 是先删除原来的 删除原来的 然后再添加新的 添加新的 那这主要要做的呢 一些逻辑的处理 那由于要涉及到的数据表呢 也比较多 也三张 商品表 相册表 还有这个规格商品表 所以我们也给它加上了 这个事务操作 开启事务 Sync下达DB Start Trans 然后TryCatch Accept DoubleE 所有的中间这些逻辑呢 都放这个try的语法里 然后在try的语法最后呢 我们加上一个提交事务 提交事务 Sync DB Commit Catch语法里边呢 就去回滚事务 Sync下 DB 一个Roleback 提交事务的话呢 给它一个返回值 就是类似OK 失败的情况下呢 就多了类似Fail 操作失败 这是呢 先开启事务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然后呢 对上面图片做处理 Log图片 我们首先得判断一下 我们这个Permise当中呢 它如果有这个Logo的话 我们这里叫固子Logo 如果传过来的有这个字段 而且它的这个图片地址呢 还要是存在的 我们才去做处理 才生成缩内图 所以这里判断一下呢 首先判断有没有这个字段 但这个字段呢 我们也是要求它要有 要求它要有 那么可以这里也写一个判断 EaseSet 如果说它有这个图片 并且这个图片还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一字File 前面加个点 这个图片它是存在的 如果传过来这个文件 并且这个文件呢 是真实存在的 但这里有好几个同学啊 前面问过我啊 这个图片的问题 这个图片的问题啊 这个图片问题呢 我放在这个EaseFile的判断 并不是说呢 检测它这个路径 要是一个看起来 像是一个图片的路径 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这个图片呢 得真实的存在 你得在我们项目里边呢 我写的相对路径 所以它相对的是 我们入口文件所在的 这个Public 在这下面去找 比如说我写的是 Upload 斜贯Upload开头的 就到Upload字幕录下去找 找到某一个字幕录 比如说它固子的字幕录 再找到一个日期的字幕录 再找到这个图片 这样能找到这张图片 它才会走到 这个EaseFile的判断里面去 是说这个图片 要真实存在 并不是说 这个路径看起来 没问题就可以了 看起来行 然后呢 走到里面去了之后呢 我们再生成缩绿图 生成缩绿图 那所以可以呢 在生成缩绿图的时候 我们就调用呢 这个Sync下的 这个Image Open 先打开原来的这张图片 脚上 Termas这个图子logo 然后生成一张缩绿图 这个logo图片的缩绿图呢 我们当时定的应该是211 240左右 反正大概这么一个范围 最大的框高 然后再重新保存 Save方法 保存的时候呢 如果说是覆盖原图片地址 我们就直接写这个地址 那这就是呢 打开修改保存 如果说想要呢 重新生成一个地址的 就是另存为的 重新保存一个新的文件的 我们需要先定义好这个图片的路径 图子logo 比如就用到呢 一个base内 不对 一个DR内容 先取目录 DR内容 Paramas 固子 logo 先取到原来图片 它所在的这个路径 这个目录 然后呢 拼接上一个DS 一个目的分割符 就还是放到它原来的目录下 同一个目录下 那这里这个目录啊 拼接的时候 也不要再拼接其他的子目录 你如果在后面还要再加上一级子目录的话 你要手动把这个子目录创建出来 不然的话 它后面保存的时候 它是找不到这个路径的 它没办法在保存的时候 去手动创建一个目录出来 它去自动创建目录 这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直接取它原来图片所在的路径 然后呢 去拼接上一个前缀 比如说一个THUMB 一个前缀 在拼接上呢 这个文件它原来的名字 是BaseName Paramas 这个呢 固子 logo 这样是定义一个新的保存的路径 然后再去呢 调用前面的这一个生成缩制图的方法 就把最后的路径呢 写到这儿 打开原来传过来这张图片地址 修改修改 就生成一个缩制图 然后呢 另存为 重新保存为一个新的图片 另存为 那修改好之后 再把这个Paramas参数当中的 固子logo 把这个地址呢 给它替换一下 那这就是重新保存了一张新的图片 那前面呢 是直接覆盖 两种写法 其实都行 然后对于商品的属性值这一块 我们是给这个Paramas当中呢 得加一个固子 attr 那这个字段呢 它要求是一个接生格式的 接生encode 把传过来的那个 attr 把这个数组 直接转化成接生格式的 它有个attr 然后转化的时候呢 也要防止它的中文被转化 所以呢 用一个这个接生 这个常量啊 接生下部线 unescape的unicode 防止它把中文的转化成 unicode的编码 然后到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数据 基本就处理完了 再修改到商品表 所以在一个修改操作 app comment model 固子 商品的模型 update方法 第一个参数 要修改的数据 第二个参数 修改条件 组件ID作为条件 第三个参数 过滤非数据表的字段 这个一定要加上 然后呢 修改完成 商品的信息 修改完了之后呢 那后续的就是 另外两个数据表 一个相册表 一个呢 贵格商品表